由于扬州新发现的疑似隋阳地墓位于一处正在开发的商业楼盘地块上,墓地遗址如何保护,目前有关部门还没有给出明确方案。 有专家建议,鉴于隋阳地重要的历史地位和文化价值,如确定陵墓真实,除了应对陵墓要原址原样保存之外,还有必要协调周边风貌。 新发现的疑似隋阳地林寝位于扬州市寒江区西湖镇一处名为中兴海上紫郡的楼盘工地上。 记者在现场看到,墓前楼盘还在继续建设中,但墓葬所在地周围,考古人员已经用铁皮圈起了一个两个足球场大小的围档,而墓地所在地周边是一些已经建成的商品房小区。 此前,扬州已经有一座隋阳地林,位于寒江区淮寺镇,距离新发现的墓址仅5公里左右,为清嘉庆年间的大学士软原考证捐修,1995年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但该灵的真伪却一直为学界所质疑。 有专家表示,鉴于国家文物部门对大型帝王灵寝暂不进行主动发掘的方针, 短期内难以通过考古手段推翻软原的考证观点,不排除两目起保的可能。 而即便证明新发现的墓址是真墓,软原和它考证的墓仍有相关文化历史价值,也应该被保存下来。 2014年京航大运河将迎来2500年纪念,目前有关大运河深移的工作已经进入全面推进的关键时期。 专家表示,由于隋阳地对京航运河的开决功不可没,从推进深移工作角度出发, 也应对新墓址加强保护,同时协调周边环境风貌。